我居然只花了80多就复刻出了买不到的发光画 它是一位韩国艺术家的作品 好想拥有啊 于是我 简直正正好好呀 买到了 打算自己做一个 现稿我不会画 还是找一个图片自己描吧 天哪这是什么神仙软件呢 描得有点粗糙 不过眼看好像还可以 花20块钱印成一张灯片 它是这种塑料的 放灯箱里试试 再用这种不透光的黑色卡纸 给它注入最关键的灵魂 画出阳光 我妈看见说她也想做一个 正好家里还有个箱框可以用 我怎么感觉我妈在逗我玩 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推查了阳光投影的画法 我发现我看不懂 CPU要烧了 我要听会儿歌冷静一下 发光的话有了 能听歌的话也得来一个 这里有一百多幅世界名画 小画就画 屏幕呢是这种2K类纸屏 看着这边真有画的质感似的 还有好多歌词场景 影响窗间也好有代入感 超喜欢这个云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把它刻到黑色卡纸上 阳光部分都扣掉 能看到明显的色差 那中间再夹一张白纸 两张纸粘在一起避免窜动 随便打印一张风景 给窗外添点颜色 这个灯箱就完成了 我妈的花也拿来了 好像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这个就比阳光通影简单多了 通影把有光的地方 刻在黑色卡纸上 哪有光抠哪就行 在相框背板上描出位置 固定好小串灯 这个直接放回露灯点 只要加一层白色亚克力 光就晕开了 一起看看效果吧 感谢观看